配置什么呢 第一个是配置服务信息 对吧 我们每次运行服务的名字就是3w 对吧 我们得至少把这个基本的信息 像名字之类的这些 改一下 然后呢 配置进程数量 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多进程 我们说的那个多进程 怎么去实现它 然后呢 是配置日志目录 已经看过了我们的日志 是在什么地方 但是这个日志在这个地方 我们能不能把它变一下 对吧 配到我们自己想要的地方去 然后方便我们的管理 这样的话就更好一些 好 我们就看一下 好 配置之前呢 我们要先建一个配置文件 这是所有的 所谓的这个配置 所必须的工作 我们在这个系统的目录下 我们可以建一个文件 我们就叫pmr.tenfig.json 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就建一个json文件 然后json文件里面呢 我们要建这么些关键信息 然后pmr的配置 其实是比较多的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 pmr配置这一些 然后我们讲一下关键信息 然后app呢 就是我们一个默认的目录 就是我们应该是apps 这个默认的目录 这里面呢 我们就建一下 比如说name等于什么东西 name比如说我们叫微博 这个地方就不能叫3w了 对吧 你所有的系统 对了3w谁也看不懂 然后script就是 启动的目录 启动目录不会变 还是这个b里面的 这个3w这个文件 然后这个watch 我们给它生成true 直接写true 生成true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代码分件 一旦变了之后 它会自动重启 就不用我们去 自己重启了 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一些 然后还有个叫ignorewatch ignorewatch就是说 我们在watch的时候 我们要忽略哪一些 就是我们不能每个文件 来来都自动重启吧 首先node modules 我们要忽略一下 node modules 它里面按的是插件 它的这个变动 我们不可控制 所以说我们这个 我们不管它 我们只管自己的代码 然后呢logs logs我们接下来会建 这个就是 它里面是存在的日制 日制会经常变 对吧 它变了之后 它不能每次变 我们重启一下 这个不现实 比如说我们再建一个 叫做upload files 就是我们上传的文件 上传的文件 上传之后 变了之后 我们不管它 总之这三个文件夹 变了之后 我们都不会管它 然后instinstances instances呢 我们写一个4 因为我的电脑呢 它是一个4核的 所以说我们就写个4 这个地方 你电脑是几核 你就写个几 一般它是进程数量 进程数量呢 一般是根据电脑CPU的 这个核数来去设定的 所以说你的CPU是几核的 你就写个几就行了 这是进程数量 也是我们接下来讲的 这个多进程的一个配置 然后还有个日制的配置 叫error file error file我们要怎么建呢 error file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gmail下 建一个叫logs 这个日制文件 logs 就这个地方这个logs 我们忽略了这个logs 然后这个error file呢 我们就把它凑日制 我们就把它放在这个logs error.log error.log 它会自动帮你创建 所以这个文件夹是有的 文件夹要有 然后这个文件 它会自动帮你创建 然后out file 同理 正常的日制输出logs 比如说叫out 叫log 还有一个log date format log date format 就是日制名字的格式 我们日制呢 要根据年月日 然后小时 分钟秒 这个地方不是日制那个文件名 是就是这个错误日制 和自动输出日制 才是一行一行 每行日制之前 我们都加上这么一个时间戳 所以log date format 就是每行日制的 时间的一个格式 这个地方我们写上 我们定义这么一个格式 也是我们中国人 比较容易看过这个格式 可能不同的国家的人 他们对于时间日期的格式 这个习惯用法是不一样的 好保存一下 好 这样的话大家注意 我们配置的 专案的这个信息 名字我们这我们配了 然后script 运行的目录 这个没有变 wall是我们配了 就是我们要自动 检查更新 big downwatch 就是哪些变了不更新 不同期 intents是进程的数量 错误日制的目录 正常日制的目录 还有每行日制前面 这个日期的这个格式 OK 这样弄完之后呢 我们就要通过这个文件 去启动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去改一下 我们的package design里面的 启动方式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去 通过这种方式来启动了 pmr start 直接start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start后面我们就加一个page pmr start pmr canfig.json 就是我们刚建的这个page文件 比如说指定这个pmr 根据这个page来去启动 启动之前呢 我们看一下 pmr list里面 它是有这个3w的 那我们可以 pmr stop 然后pmr delete 我们把之前的删掉 之前的不要了 然后我们重新启动 重新运行 好大家看这个地方 app name全是微博 对吧 然后这是四行 四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要启动了什么 根据我们的指定 instances等于四 也就是说我们电脑CPU有四核 所以说我们启动了四个进程 进程每一个进程的rd都不一样 大家看是吧 这证明是四个进程 每个rd都不一样的 然后其他的这些方式上 online这些都没有变 okrd是不一样的 rd是不一样 因为进程不一样 所以rd也是不一样 这个时候我们去访问一下 刷新 再刷新 刷新的两遍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page watch这个没法看 watch我们可以通过这看 大家看这个watching watching是enable 就是说它是已经watch了 对吧 错误日词和正常日词的输出 我们看一下logs里面 logs里面有个error0 error1 error2 error3 对吧 错误日词现在是没有的 然后output 大家看 output 0 1 2 3 那0123这四个日词呢 分别对应到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四个进程 对吧 每个进程的日词 它都会区分出来 那0里面呢 就是对应的第一个进程里面 我们输出的一些正常日词 大家看前面它有个日期格式 对吧 这个日期格式呢 正好是定义到我们这个地方 好 那错误日词呢 我们这儿是没有的 没有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自己去造一个错误 就是我们可以再 继续在这个错误里面去 把这个改回来吧 然后保存错误 它应该是会自动重启的 我们看一下 好 大家看 restart已经是1了 对吧 watching它是enabled 它是自动监听自动重启的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来一遍这个 叫get an error OK 发生之后我们点到首页啊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去看一下这个 error的日词 错日词 大家看 就已经有了 对吧 好 这个错误还是比较全的 然后第二个没有 第三个没有 第四个没有 因为我们启动了四个进程 只有第一个进程的日词是有的 要说明 我们每一次访问的时候 它都会命中一个进程 因为我们启动了四个进程 有四个服务可以针对我们 游软器访问 所以说它每次访问的时候 都会命中一个进程 那它命中哪个进程呢 那个日词就会积动到哪个进程下去了 那我们这儿有四个进程 它到底是哪次命中哪个进程呢 它是不是轮着来呢 这个不一定 这个呢 是由PMR做的一个负载均衡的算法的处理 也就是说 PMR这个工具 它会根据我们四个进程的一个空前程度 然后分配每次来的这个服务 请求它会分配到哪个进程中 所以说PMR是一个总的一个领导 然后它后面有四个小兵 然后PMR接受到一个请求之后呢 它就看哪个小兵 这四个小兵哪个小兵比较嫌 然后就把这个请求给它 所以说我们每次访问的时候 就我们每次这么刷新 这么访问的时候 我们提交一个微博 这么访问的时候呢 不一定是哪个进程 就接受到这个请求 所以说我们这个日志呢 如果是多进程的话 我们这个日志呢 也有可能是 从已经没有了 这个日志呢 我们也有可能是 不一定是哪个进程接受到 所以说你要关注 这个不同的日志的这个情况 OK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要介绍了PMR的配置 以及那个写完配置之后 我们PMR该怎么去调整 自己的运行方式 启动方式对吧 以及这个多进程 好 继续啊 我们说过我们要建多进程 而且这个多进程的方式呢 第一个呢 是要根据CPU的核数来去建 第二个呢 多进程完了之后呢 PMR会根据多进程 每个进程的空间程度 给它分配这个请求 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相当于是 我们之前一个人在干活 对吧 就是一个进程的时候 多进程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相当于 招聘的三个员工 或招聘的四个员工 让这四个员工 去一块盖活 对吧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呢 我们要讲一下 这个图之前说过 之前讲30人都说过 我们送到系统中 每个进程 每个进程也有机程 它都有个限制叫操作系统 会限制进程的 最大可能内存数量 大家记得吧 如果你的操作系统 是32位的 那一个NOTAJS进程 最大的可能 是限制是0.7个J 如果你的操作系统 是64位的 那就是1.4个J 如果是假设 我们这个NOTAJS 是单进程的 就是没有用 我们PMR做多进程的话 那我们的服务器 动辄8个G 16个进程内存 那就浪费了嘛 对吧 你最多能用1.4个G 那多浪费 一台服务器买过来之后 之后它能给你提供 比如说16G的内存 结果你就用了1.4个G 什么东西都没用起来 这样的话 是一种很大的浪费 所以说 我们要把进程 给启动多一些 也就是说 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操作系统会限制 一个进程的 最大可能内存数量 这样的话 导致了我们 一个进程 远远用不完 操作系统的内存 所以说 我们要启动多个进程 第二个呢 是进程之间 每个进程之间 它都有独特的数据区域 就像我们之前 讲Session似的 Session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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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我们多个进程 如果都用Session的话 它可能会导致 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进程和进程 之间的数据 是不能通信的 所以说 我们用多进程的话 我们要用Redis做缓存 用MyCycle 去做数据处理 甚至我们之前讲过 我们的上传的图片文件 要做单独的文件服务 对吧 所以说多进程 代表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 RODEJS的服务 只能做一个节点 然后像一些 Session的数据存储 一些MyCycle这种 数据库的存储 以及什么文件的存储 我们都应该放在 第三方的系统中 然后让多进程 去访问 所以说多进程 能更好地利用 CPU和内存 然后呢 进程之间无法通信 我们要用Redis 和MyCycle 等同意的进行服务 对吧 好 内存讲了 CPU这个利用 其实很好理解 就是CPU是多核 是为什么要多核 CPU多核 就是为了能 同时处理多项任务 对吧 这就是CPU多核的 一个设计 那CPU本质的原理 几分的东西 我们在学 一次参级组成的时候 可能说这个是模拟的 它本质上 也是一个一个处理 但是从我们的表现层 或者从我们这个逻辑层来说 CPU多核给我们提供的能力 就是说CPU能 同时处理多项任务 比如说我的CPU是四核的 那我的CPU就擅长 同时处理四项任务 所以说我的进程 就生成四个 对吧 每次来到四个 CPU快同时处理 所以说我们根据CPU的核数 去设计进程的数量 这样能最大程度的 利用CPU的能力 也最大程度的 利用内存的能力 当然这个多应层 带来一些问题 这个之前我们都讲过 进程这件无法通信 所以我们用Redis MySQL 或者说要用统一的 这些文件服务 等等这些 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我们的系统 才能生成一个闭环 才能生成一个整体 小结一下吧 Peyron面这块内容 稍微多一点 所以说我们单独 做一个小结 Peyron面的介绍 它是有什么东西 这个也要明白 它是我们的生产环境下 用的最多一个 进程管理工具 让Peyron面的配置和使用 大家想一下 Peyron面怎么启动服务 怎么去 一些程度的命令是什么 比如说怎么查看信息 怎么查看日志 然后怎么去重启 等等这些 然后Peyron面的配置 它能配置基本信息 配置名字 它能配置多进程 能配置错误日志 或者正常日志的一个位置 对吧 它能配置是不是 代码改了之后 我们能实施监听重启 OK 多进程模型 这个大家要了解 Peyron面能配置多进程 但它为什么要配置多进程 这个大家要了解 要知道 当然Peyron面还有个 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进行 进程守候 进程守护 我们在系统出错之后 它能自动的办法重启 然后保证其他地方的 功能正常运行 OK 这一节内容虽然多一点 但是Peyron面对我们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说我们详细的 介绍一下 Peyron面的一些基本使用 至少是能让你在 服务情况下 我们如果有Peyron面 去做进程管理的话 你能排查一些错误 看到一些信息 这样就够了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感谢观看